准航母075型,透露一个重要秘密,2021年4月23日,中国海军同时交付三艘舰艇,彼时中国最高领导人,习近平南下舰正交接一室。 新华社,排水量达4万吨的中国海军,两栖攻击舰075型为什么嫌好只有两位数?而不是像中国海军,其他水上舰艇那样以三位数,嫌好标记, 4月23日,中国海军节当天,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三亚海军基地,出席三艘舰艇入列南海舰队一事。 当时,其中,首艘075型舰入列,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海南舰,嫌好31,另外两艘入列战舰为055型驱逐舰大连舰,嫌好105094A型战略导弹和潜艇, 长征18号,嫌好421。两位数的标志幅表明,4万吨的075型,等级和作用比其他两栖战舰更为重要。 Rate等于100。 7月9日,南华早报报道引述国防专家的话说,赋予075型两栖攻击,见两位数嫌好预示着他们,有望在中国野心勃勃的蓝水海军计划中,发挥重要作用。 中国军事评论员宋忠平说,海南舰与中国的两艘航空母舰辽宁和山东一致,分别为16和17。 两位数的船体号意味着他们是与航母同等的巨型船。 这意味着,由于具有相当的战斗能力,075型将像小型航空母舰一样操作。 消息称,中国近两年还将有两艘075型两栖攻击舰服役。 中国军方正在对在空军服役的直副8、直副9、直副20等进行适应性改造,以以便于他们能够在这一准直升机、航母平台上降落。 075型最大航速为23节,可搭载约30架攻击机。 中国军事网站上发布的最新图片显示,直副20型直升机的海军变形,配备了8枚KD-10空对舰导弹。 推荐阅读,版权声明。